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由麦子学院推出的简易版QQ项目实战课程 经过上一节课上几节课的学习呢 我们已经把简易版QQ的Splash界面的功能已经给它实现完成了 对吧 好我们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 上几节课我们实现了一个什么效果 我们就是实现当我们点击这个应用的时候 它会进入到一个界面 然后它过个两秒钟就会跳转到我们的可以滑动的VPager页面上面去 然后在VPager的最后一页呢 有一个Button按钮 当我们点击了这个Button按钮以后 会实现一个动画的效果对吧 我们已经把这个效果给大家实现了 实现完成这个效果以后 我们今天要实现一个什么效果 我们今天就要实现一个选项卡的界面效果 就像现在这个样子 大家稍等一下 好就是这个选项卡的界面效果 大家有看到吧 像这个界面效果我们应该怎么实现呢 大家学过Fragment 可以用Fragment来做 但是我这里不是用Fragment来做的 我这里是用Tablehost来写的 这个Tablehost和Fragment是什么关系呢 我这样说一下 就是我们的Fragment是在3.0以后才出现的 对吧 在我们以前我们要做一个选项卡的这种界面效果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Tablehost来实现的 好我们知道这个Tablehost以后呢 我们再来想一下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做的 我先带大家简单的分析一下 我这里给大家画了一张图片啊 我们看着图片 然后看着这个看着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来一起说一下这个Fragment是个什么东西 好吧 首先它每一页有一个它这个主界面是一个选项卡的效果 然后每一个选项卡呢实现了不同的界面效果 这个选项卡 然后里面就包含了一个什么 包含了一个Activity 像这个地方 它就是一个Activity 大家听到这里以后 是不是能够大体理解一下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Tablehost呀 它其实是一个容器空间 对吧 这个容器空间里面呢 装载了 我这里显示了三个选项卡 它是不是就装载了三个Activity 我要显示四个 我是不是就装载四个Activity 这样想一下 它其实就是个容器空间而已 对吧 好 我们这里知道了它是一个容器空间以后 我们想应该怎么写 首先我们就应该想到的是什么 它肯定要写一个布局文件出来 这个Tablehost要写一个布局文件 对吧 然后我们针对每一个Activity 我们要写不同的一个布局文件 然后所以我们要写出这个东西 我们最起码要有四个布局文件 对吧 然后我们再分别对它进行加载 然后就可以了 好 我们带着这个思路呢 然后我们就来开始我们代码的编写吧 我们先来到我们的layout的布局文件 XML布局文件下面 我们先建一个XML吧 这个名字呢 我们就取一个Tablehost-Activity 好 有了这个布局文件以后 我们应该怎么写呢 它是一个容器空间对吧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Tablehost 对吧 有这个参数 好 然后我们再给它把这个给它删除掉了 给它设置一个ID 这个ID呢 我们就用系统的ID好了 这个系统的ID叫什么名字呢 就叫Tablehost 好 下来以后我们再要设置一个什么东西 再来设置一个ReliefT Layout 为什么要设置ReliefT Layout呢 其实是这样的 大家注意观察我这个界面啊 我这个选项卡是不是在下面的 如果这个Tablehost呢 它的选项卡默认是在这上面的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ReliefT Layout 把这个选项卡设置到下面去 好 大家 然后呢 我们在设置这个Tablehost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拆分为两块 哪两块 第一块是选项卡的 然后第二块是我们这上面的内容区域 对吧 我们可以有这种思路 然后我们现在呢 先来写这个ReliefT Layout 给它设置宽高 设置完成宽高以后呢 我们可以 它是分为两块的 是吧 一块是内容 一块是我们的选项卡 内容呢 我们就用FrameLayout FrameLayout我们怎么写呢 我们还是要给它指定一个ID 我这边也是用的系统的ID TableContact 这个一听名字 就是知道是内容区 Table的内容区域 对吧 然后我再给它设置一个宽高 宽度呢 还是给它填满附容器 高度呢 还是填满附容器 然后设置完了内容以后 我们是不是要给它设置选项卡 这个选项卡叫什么名字 就叫TableWigit 大家看到了吧 好TableWigit 我们是不是也要给它设置一个ID啊 ID我这边也用系统的 系统的Table 好 然后呢 再给它设置宽高 宽度我们让它填满附层体 高度呢 高度呢 我们就让它包裹内容就好了 设置完成这个以后呢 为了区分的更加清楚一点 我这边呢 还要给它设置几个属性 什么属性 我给它设置一个背景颜色 让大家看得更加清楚一点 警号 F7 F7 F F7 好 设置完背景颜色以后 我们还要写个什么东西 我们是不是要让它 在底部显示啊 我们要用哪个属性 我们是不是要用到这个属性 稍微卡了 各位 对吧 我们要让它距离顶部 距离底部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效果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给大家放大一点 就是这样的效果 这个就是我们的 table wicket 然后这个呢 最下面的内容 就是我们的什么 就是我们的frame layout 好 我们把这个写好以后 我们是不是要写每一个 我们要写每一个item的页面 就相当于是这个 我们要写这个页面 然后我们要写这个页面 我们要写这个页面 然后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已经把每个页面的效果 给它写好了 我这里带大家看一下 我们是有消息 联系人动态 是吧 然后就是message contact contact 然后还有一个chain 好 我们写了每一个消息以后呢 我这边没有做这个效果 没有写出我们这个效果 因为这个效果 然后我要从网络获取数据的 所以我这边呢 就没有写这个页面 这个是我们下一节课的内容 我只写了一个第一个界面 然后这边呢 是第二个界面 这边是第三个界面 然后这边呢 是第二个界面 我把每个界面给它做出来了 好 然后我们把每一个界面的 XML布局文件给它写好以后 我们是不是要开始写我们的 Activity了 这个Activity呢 我已经提前写好了 这个Activity就直接加载一个布局 我现在什么都不写 我只是给它展示一下 加载一个布局 然后在Manifest给它注册一下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 我们现在要写什么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写我们的 TableActivity啊 是不是 然后MyTableActivity 好 然后它呢 需要继承我们的TableActivity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是划了一个横杠的 为什么 因为我之前都说过了 这个呢 是3.0以后 我们就有了Fragment了 这个是之前的东西 对吧 所以我们还是按照老一套 Uncreate 然后再SetContentView 然后先把这个布局给它加载出来 对吧 这个布局叫什么 TableHostActivity 对吧 好 我们把这一部分写好以后 我们是不是应该着重的关心一下 我们的具体逻辑应该怎么写了 我们是呃 我这边一边带着大家写一边给大家说明怎么写的 好吧 我们是首先呢 我们需要一个TableHost的类 然后我先给它定义出来 好吧 TableHost 然后GetTableHost 我们首先呢 我先全部写完了 我再给大家备注一下 首先定义一个TableHost 有了TableHost以后呢 我们还需要一个Intent Intent 有了Intent以后 然后我们再Intent.setClass 然后就是This 这里呢 我们就打开第一个吧 这样方便一点 我先提前写好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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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呢 就打开我们的 ConMessageActivity吧 好 Intent写好以后 我们还需要一个什么 我们需要一个TableHost.TableSPC 需要这个静态的东西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我这里先提前写好 写好以后我再给大家解释 spece 等于TableHost 1 点 s 6个 spec 然后取个名字 消息 然后再用 spec spec set spec unicode 消息 然后这里呢 要传一个job对象 我们先给他一个lan 让他不报错 我们写完以后呢 我再带着大家看 这个是什么东西 s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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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en 它 e ăn m 內 SPC给它加载进去 好 我们这个代码就算写好了 我先带着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首先我们需要干什么 首先我们是需要定义一个tablehost类出来 这个类是用来操作我们的tableactivity的 然后大家可以想象 可以想象一个什么 为什么我们这里需要一个intent呢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activity对吧 然后每一个选项卡就是一个新的activity 所以我们需要intent来传递这个activity的 所以我们就需要new一个intent出来 然后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我这里给大家备注一下 这个就表示我们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tablehost.table.spec 就表示我们的这个东西 就表示这一页的选项卡 所以我这个地方选项卡 然后我就取了个名字叫消息 表示这个对象的一页 好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大家注意观察 我这个选项卡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一个消息 然后还有一张图片 对吧 然后这句代码就是执行的这个功能 就是表示我们这个选项卡 这里是这里的名字 是消息 然后这里呢 有一张图片 然后这里是不是要传一个job对象啊 大家注意看 这里是不是需要我们传一个job对象 然后我这边呢 我是不是需要一个resource啊 把它转成job对象 对吧 isouresource.getresource 好 然后我这边呢 就用resource.getjob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资源图片 给它放置进去 对吧 嗯 对 job 点上 我的名字叫做 这个 i 这张图片呢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这个图片 然后我们是不是针对每一个图片 然后都这样操作 把这段代码 这一段代码 给它复制三遍 就可以实现我们的这个选项卡的效果了 然后这个代码是用来干嘛的 这个代码就是 加载我们的内容 我们的内容在哪里面 是不是在intent里面 内容在intent里面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就给它最后了 添加到我们的tablehost里面去 这样就实现了我们单个选项卡的效果 我先给大家运行一下 然后让大家看一下效果 然后我们再来Ctrl-C Ctrl-V 把每一个界面给它做出来 好吧 好 我这边呢 还要在manifest里面 配置一下我的这个tableactivity activity name com.mise.edu 然后tableactivity 好 我们这边已经做好了 做好了以后 我们还需要修改一个地方 就是在我们动画效果这里 对吧 在我们动画效果这里呢 我 我是不是要用一个handler 给它一个延迟操作 然后用intent 让它打开一个activity啊 对吧 好 然后这里呢 我们就 我们这边就可以实现这个效果了 然后我们再来 mytableactivity 对吧 点class 好 我们现在所有代码都已经实现完成了以后 我们先来运行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 第二 我们做出来一个了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做出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好 各位稍等一下 好 我们的应用已经部署上去了 对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当我们点击这个button按钮的时候 然后打开这个界面 它是一个什么效果 是不是和我们想象的一样 它这个地方已经把这个选项卡 已经给它设置到这上面去了 然后显示了我们的内容 第一个界面 对吧 然后我们怎么做出 这三个选项卡 我们是不是很简单 只需要把我们之前的这段代码 给它粘贴复制两遍 然后就可以做出三个选项卡的效果 我这边呢 我提前已经写好了 写好了以后 我给它注释掉了 然后我现在把这个注释给它解开 然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界面 是不是和我们想象的一样 是三个选项卡的效果 好 我们现在呢 就稍微先等一下 然后等它部署上去 好 我们的应用已经部署上去了 对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是不是三个选项卡的效果了 大家看到了吧 现在就是三个选项卡的效果 每一个界面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界面显示了第三个界面 第二 第一个界面 对吧 好 然后我们下一节课呢 就是针对每一个界面 然后做不同的逻辑操作 做成什么样子呢 就做成我们这个MyQQ一样的效果 就实现这个主界面的效果了 下一节课就是我们重点来看 这个界面应该怎么做出来 然后怎么样从网络上面获取数据 然后给它设置到这个ListView上面去 这个就是我们下一节课的重点了 好 今天这节课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